您現在收聽的是 KPMG 知識音浪 KPMG ON KPMG ON KPMG ON 穿過知識音浪 KPMG ON KPMG ON KPMG ON 穿過知識音浪 欢迎收听 KPMG 知識音浪节目 我是主持人Peter 加密货币肯定是2021年最夯的一个话题 我有个朋友 他出社会两年 完全没有投资经验 最近他问我说 Peter 请问一下 以太币可不可以买 最近是不是高点 我就问他为什么要买 他说他认为这是最好的投资工具 我们这段对话让我发现 原来加密货币已经是许多人 甚至是必备的一种投资工具了 正因为这样子 我认为今天应该要来请教一下 两位专家的意见 他们是如何看待加密货币的前景 如果说前景明确的话 在这个企业应用的场景底下 又该注意一些什么样的策略观点呢 今天我们就来请教 两位专家的深入的意见 首先是KPMG安侯数位智能风险顾问公司 董事总经理谢云哲 Jason Peter好 大家好 是 另外一位专家呢 是KPMG安侯法律事务所 合伙律师终点研 Kelvin Peter好 大家好 是 首先我想要请教两位 你们有买过加密货币吗 现在账上还有加密货币吗 Peter这个问题还蛮敏感的 刚刚我们聊天的时候有聊到 现在台湾有一些新创企业 发薪水的时候 没有发现金 不发现金 发比特币 我们KPMG是还在发现金 还在发台币 但是我个人 我个人是买过这个一颗为单位 大概两三年前买过 那我买过的币有两三种 从0.001到美金到3000美金一颗 大小不同的币我有买过 但是我买币不是为了投资 或者是为了炒币 纯粹就是为了要做数位体验 在这两三年以来 我体会到一个我的暂时的心得 人家说币圈一天 人间一年 一年 对因为比特币有一个超高的波动性 尤其是这个热门币 所以他比特币被誉为是叫数位黄金 我就暂时不这么认为 因为比特币纵使有一点点的黄金特性 但是他有一些跟黄金窘人不同 有一些超级的波动风险 是 Kevin你的意见呢 你买过吗 我这边当然 因为我本身也在负责我们KPNG加密的货币 当然一定要体验一下 当然这段期间说实话也是蛮刺激的 尤其比特币从这种1万多块开始这样涨 说实话蛮刺激的 最高好像到6万多 对到6万多 对没错 当然我也很希望我自己能多几颗币 对这样就财富自由 对对分享就可以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提早财富自由 这是我的梦想 是我想先请Jason来分享一下 在科技投资的策略上 其实很多除了个人之外 我相信企业在看待加密货币的时候 肯定也是兴致勃勃的 作为一个企业的决策者 他应该参与投资吗 那另外除了比特币之外 太多币了 我们就讲最近我们出现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做狗狗币 他背后并不是真的是一只狗狗发行 但是他就是用这个名字 还有一个奇亚币 我们怎么看待这样子的新风潮呢 好企业投资比特币 最近最有名的就是特斯拉持有比特币 变成他的一个财务报表里面的资产 那我想企业要拥有这个加密币 要几个挑战 要先学习或者是克服 第一个税务跟会计上面的一些规范是什么 企业持有加密币的时候 他财务报表怎么样去认列 那如果有一些相关的交易的时候 那他的资产怎么样去表达 还有一个就是交易的时候 怎么样去被克税 他很多答案其实不怎么承受 不怎么明确 那上面讲的是企业 即使是个人 现在我们五月正在报税 对不对 那大家知不知道 买卖比特币 要不要缴个人综合所得税在台湾 对要不要 先来先卖个关子 因为KPMG刚刚退出一个个人综手税报税手册里面就有解答 大家自己去上网 对对对要去看 我们今天是讨论企业的问题 另外一个企业要注意另外一个问题是 如果你要持有这些加密币 你的作业风险的控制方式是什么 各位知道 企业过去 如果你的那些财务 传统财务资产都是由金融机构来管理 然后搭配企业内部比较严谨的 内部的财务内控的程序 但是这些去中心化的加密资产 一句话拥有密码就会拥有一切 因此你如果企业忘记密码被海客攻击 电子钱包一失了 或者是有人捐款潜逃了 那你这个财务损失的风险 可能比你把钱存在银行被抢劫的几率还高很多 所以企业必须要先建立一个比较特别 这个for加密资产的这些内控机制 再加上刚才Pito提到 这个所谓狗狗币跟7RB 其实这个问题 我的父亲退休的一个公务员 八十几岁 最近有问我 说这个什么叫做狗狗币7RB 他有朋友也要投资 那像这样子的一个风潮 我想这两个也是所谓热门币 除了名人加吹捧加持 还有一些市场因为QE热钱太多 所以说造成这个风潮以外 另外我觉得这两个币还蛮特别的 这两个币应该是跟CSR 企业社会责任或是所谓ESG 这些热门议题有关 为什么这样讲 这也有关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狗狗币人家说是可以适合比较小额捐款 那CSRB是可以避掉所谓耗能的问题 那它是用硬碟来挖矿 所以我要讲的是 可见这个币圈热潮 话题的重要性 永远高于发币的演算法 当然这些投资这些所谓热门币 它目前的风险还是非常大 如果你是企业要投资要非常非常的谨慎 对您刚才提到的风险 我相信是很多人在想这个热潮 想要进去参与分一杯羹的时候 没有想到的 比如说如果它被破解了 这个钱包被拿走了 这比你钱财拿走 追回来的难度可能高五十五倍 所以Calvin你怎么看待 这些相关背后的风险 基本上这些加密货币 当然就是说是一个 还在发展中一个阶段 那当然对主管机关来讲 它也还在一个摸索的阶段 但是相对的其实在台湾 对于这一些比特币 或是这些加密资产 这些狗狗币 其实说实话还是相对一个友善的 但是也是如刚才Jason所提到 就是说如果企业在买这些加密货币 或持有这些加密货币 到底它报表要怎么表达 其实现在一些会计主管机关 也还正在伤脑筋 尤其如果还没有一些 稳定币Stablecoin的时候 去年前年比特币还一万多块 那现在变成五万块六万块 那可能我昨天出了报表 那明天可能就要重编了 对对对 这是现在一个 如果是上市贵公司 他在持有一些这些加密币 一个所面临的一个 财务波动的一个风险 那当然对企业来讲 除了他有内部控制的风险 你有那个私钥 那个密码 基本上就掌握了这个币 如果万一不见了 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记得之前 大概在两年前的时候 有一则新闻就是 加拿大有一个 持有很多货币人 但是因为那个私钥 一直找不到 好像只有几次的机会 对对对对 那一找不到 就整个就复制一句了 这个我说实话 这当然就是要心脏很大颗的地方 就是你买了很多币 但是一夕之间你密码忘了 或是要不见 不知道藏在哪里 那等于就是没有了 所以说呢 基本上你永远这些加密货币 第一个保管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这个不是法令面的议题 是你企业怎么去控制 你自己资产的一个议题 那当然呢 就整个台湾目前 现在整个法令环境来讲 你只要不要去碰 所谓的证券型的代币 其实他某种程度 以目前现在中央银行的态度 或主管机关的态度 他会认为说这些加密货币 就像一个虚拟的商品 你可以把它想象说 就好像你拥有一个 一个IP 一个专利 一个制裁 是看不到的 但是是有一个资产的价值 等于是无形资产的意思 对 可能是一个无形资产 只是说在会计上 因为不知道怎么表达 现在还在摸索 但是呢 整个浪潮来讲 尤其呢 现在整个对岸呢 大陆也在推动 所谓的数位的人民币 所以说整个 其实大家也看到 这整个加密货币 他给带来的一个便利性 尤其在加密货币 最常应用的领域 就在所谓在传统 就是移工 移工他的薪资 要去汇兑的时候 他可以避免掉 一般我们银行 所谓的这个Swift Code 的那个高额的手续费 基本上就是一个 很明显的一个 很好用的一个便利性 那当然以现在 比特币又开始大涨 其实整个应用的层面 又越来越广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不管是传统企业 或者新创企业 其实都应该要持续去关注 这个加密币的一个发展 刚才Jason有提到 就是用比特币买特斯拉 可以说是2021年 在整个虚拟货币市场 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 因为一家知名企业 而且是大型的企业 愿意接受它作为支付工具的时候 它真的是堪称有划时代的意义 那Jason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件事情它背后有多大的分量呢 是比特币因为它叫币嘛 所以一直以来 它的那个价值储存 以及交易的功能 这两个项目就会非常受到矚目 那特斯拉可以用比特币来买 可能是特斯拉的老板 Elon Musk在这个创造 这个交易的功能 甚至是未来特斯拉 自己有一个支付生态圈的 这样子一个招式 可能是这样 当然这样子创造一个话题跟方便性 但是呢我是认为了 就是消费者选择交易的每一届 跟币别 其实比较关心的 还是在币值的稳定性 跟交易的方便性 还有效益 例如 如果用比特币来结算买车 我说如果 如果在台湾可以打个九折 还可以刷卡24期零利率 这样我就一定会换成比特币去买 反之的话 可能还是用法币 台币或美金 可能相对比较方便 但是我们也不可忽略 这个以特斯拉为主 这样是一个所谓用 这种加密货币来进行 实质交易的这股热潮 当然这个前提是各国的政府 可能都要去认定 这样子一个前提之下 对其实他宣布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也蛮好奇的 因为如果你长线看涨这个货币的话 你怎么可能把它付出去买车呢 因为可能十年后会抄袭值钱的 那你买车不就浪费了吗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 投资的观点 对 接下来我想问一下 Kelvin 现在您刚才提到 对于资产的认定的标准 是一个还在研究的阶段 那目前主管机关 有什么样的相关的规定 那企业这边又如何来因应呢 其实我们台湾的主管机关 针对有关于加密市场的研究 其实都起步了非常早 那对于一些新兴的一些领域的应用 其实都有一些掌握 那至于说已经有 比较有明确的一些法令呢 当然就首推就去年的 有关于这个证券型代币 俗称的STO的法令 当然它有一些严密的一些规管 但是也是因为它的规管强度过强了 所以说你目前现在 这个新法已经实施了 实施一年多 蛮可惜的 就是说目前没有其他的 一个案例 那当然我们就 我们币圈的朋友也在讲说 有一些目前还在 监理沙盒的一些案子 但是目前也看到 还没有出监理沙盒 我个人是蛮期待 就是说看有没有这些案子出来 让我们的主管机关说 知道用什么比较善意 或是健康的态度 来去看待一个证券型的代币 当然对币圈的朋友 今天最近如果在谈一些 法令的议题 应该谈的就是所谓的洗钱房子议题 因为我们行政院最近把他公告了 你只要是为别人 为他人去做一些加密币的一些交易 或是保管的时候 你可能有洗钱房子的适用 这个就很大条了 这不能忽略了 这真的是一个核弹级的一个管制规定 基本上不管是交易所 或是说你做一些保管 你只要是为了别人 再处理一些加密币的交易 其实你都会有这个洗钱房子适用 那适用以后会怎样 基本上很多都需要实名字 以我自己个人有开户的经验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律师 其实在洗钱房子领域 我算是一个高风险人士 就说他default只是看 我觉得我律师是一个会洗钱的脸 所以说呢 我只要开户的话 他们问的问题会多一点 好 这就是以后呢 我到哪里开户的时候 我就可能要被问这些问题 对 因为洗钱就相关的 就不是一件小事了 没错 那我们也常常讲 为什么加密币 或者是区块链 它一个特殊性是什么 就是它一个匿名性 其实这个本身呢 洗钱房子的要求 跟这个加密币本身 技术性的要求 是某种程度是会抵触 所以这个地方 对于币圈的朋友来讲 可能有一些要调和 或是要适应的地方 最近有没有一些常见的 加密货币的交易 这样子的商业模式 可以作为我们大家的参考 因为毕竟说实话 洗钱这个大帽子底下 大家肯定要做一定程度的调整 如果有一些已经成案的 一些商业模式的话 可能比较容易遵循呢 没有错 当然法令面 目前现在公布的速度 是比较慢 但是我们加密币的 发展的速度 说实话是非常快 我自己观察了 这个加密币 这个三四年来 我说实话 我还是非常要 echo 刚刚Jason说的一句话 币圈 一日这个人间一年 真的 这三四年变化非常大 2017年 在讨论叫ICO 2018年讨论叫ASTO 到了2019年 2020年 其实在讨论叫去中心化金融 换句话说 已经蛮多的企业 透过智能合约上 就是把我们合约 就是一些 简单 source code 把它写在上去 然后接下来就可以开始玩这些加密币 基本上就是一个去中心化 不需要任何的交易所 不需要任何的中介机构 就开始可以去做交易 甚至呢 不只是加密币 可能这些狗狗币 奇亚币 甚至这一些区块的技术 大家可能听过 还NFT的部分 如果你对一些艺术品 你拿到这个NFT 某种程度代表你拥有这个艺术品 它好像就像它的身份证一样 艺术品的身份证 那当然这几年 除了去中心化金融 NFT以外 还有玩什么 还有玩所谓的杠杆交易 杠杆交易 大家可以想象 就如同 如果你有玩过期货 你有玩过大卖 或是所以远期的一些信用契约 你就把它标的换成了叫做加密币 你可以把它帮比特币再做买卖 如果你现在看好比特币长线是发展 你可能开始大量买比特币 但是你可能不需要 本金小小的 对对不需要 本金 你可以用本金小小杠杆交易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类似借钱的概念 你可以拿一块钱 然后去做五块钱的事情 当然这全部都是一个虚币 这就俗称的杠杆交易 或是说你看好比特币长线是大涨 你不需要买一堆钱包 或是你的账户放了一堆比特币 你可以就类似像期货一样 先买一个契约 预计可能几年后再去执行 这个是这2020年来2021年来 也是一个非常夯的一个领域 就像芝加哥已经有比特币的 期货交易所一样 台湾其实也在同样在复制发展 这一些新兴的加密币的 一个交易的方式或一个模式 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Jason 刚才Kevin提到说 2019 2020的关键字 市场的关键字是去中心化 但其实我相信某种程度上 监管是不乐见去中心化的 因为这增加了监管的难度 那当主管机关决定 要加以监管的时候 加密货币能够真的 像他宣称的那样子去中心化吗 那KPMG据我所知 有一个加密资产与代币的经济小组 这方面这个小组 能够帮企业创造一些 什么样的服务价值呢 好我们先来提那个去中心化 这件事情我们把它理清一下 那个大家都知道加密币 它就是用所谓区块链技术 分三次账本的技术 那有个去中心化的运作 但是去中心不等于代表 可以去监理 或者是可以不合规 这是技术上面 或者是运作上面 跟实质的管理上面 这是应该是两件事情 那我们KPMG认为 尤其是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 我们就发表过一份 Global的加密资产白皮书 你们就有提到了 加密市场要永久 而且健全的发展 就必须要做一件事情 最重要的那件事情 叫做制度化 制度化就是第一个要务 因此我们过去一段时间 刚才Kelvin律师提到 我们有在台湾有很多的 新兴的链圈 或者是币圈的一些新兴模式 他们都还是要求我们 这种所谓第三方机构 或者是所谓的 要协助合规的机构 来进行监理上面的合规财务的签证 或者是加密的资产的托管 等等这些需求 这些需求其实是非常高的 那另外呢 各国政府如果做一些加密代币的 这些交易跟发行的监督 会像律师刚才提到 这个所谓AML在台湾 这样的制度 从某种程度来看 有一个监理的中心力量的加入 也可能会健全整个加密货币的市场的发展 然后有机会可以脱离过去 野蛮生长的时候的一些污名 这是我们必须要承认 比如再举另外一个 最近在美国的例子 那最近有一间全世界很大的交易所 在美国的资本市场IPO 虽然一样 它的股价跟加密币 每天在那边上冲下息 但是它跟其他的加密货币的交易所不同 就我讲的是这间最新在美国上市的 这间Coinbase这间交易所 跟其他交易所不同的是 它愿意接受合规 接受监理的一个中心化的监督 那所以它就可以在正规的资本市场里面 有机会比较长久的一个生存 你看它上市的交易所叫什么 叫NASDAQ交易所 那个交易所不是本来被号称 要去去中心化的交易所 但是事实上它还是在那边上市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 不能说是妥协 应该说为了长久生存的一个 互相的依存的一个关系 那最后KPMG的这个加密货币团队 就是由我们相关的这个专业技术人员 那由律师 由会计师 相关的这个专家来组成的 我们自己 号称说我们是这个加密男孩 跟加密女孩 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了协助 我们的客户来解密这个加密货币 那为了协助客户可以融入 未来的另类金融商品的资本市场的一个健全环境 所以包括在座像这个Kelvin律师 还有我们其他的加密货币小组的这个会计师 我们都一起参与了这8币的一些演算法的研究 区块链分散技术账本的研究 那我们的相关技术专家们也反向也去参与了相关的加密 币世界的一些相关的法规税务 或者是会计制度的这个运作规则 那我们也频繁的向国际上面来取金 例如两三年前 我们的加密货币团队 就像跟比较加密监管比较成熟的市场 像日本的KPMG 我们就有不少这个互动的经验 那因为在日本有很多的这个 不管在交易所 或者是其他的交易币的这个市场 有比较成熟的一些经验 那我们都会就是跟国外来互动跟取金 那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可以在今天 就帮客户的风险做好可能的防御 那也把这个另类的金融市场的 明天的机会跟挑战做好准备 其实我认为加密货币这件事情 大家千万不要看它很好赚 就赶快投资进去 因为就像刚才Jason提到 这是一个另类的资产 它背后牵涉到的法规的议题 资案的议题 隐私权 还有甚至是资产认列的问题 今天两位专家都有提到 这不是像任何一个其他 你已知的金融资产 那么样的为人所熟知 所以我认为 大家今天这期节目要稍微听一下 然后了解一下背后可能牵涉到哪些 方方面面的顾虑 然后再来投资 所以今天非常谢谢Jason 谢谢Kevin 为我们这么详尽的解释了 加密货币种种的资案议题 谢谢大家 谢谢Peter 谢谢大家 KPMG知识音浪节目 让我们下一集见 谢谢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